这是我家一周吃8次的糖酥饼 酱酥可口做法呢还非常简单 只要你认真看完视频 如果学不会你就过来打试我 准备300克面粉倒入180克温水 搅拌成面絮后再加20克食用油 这个是水面团醒面10分钟 150克面粉80克食用油 这个是油面团 把水面团擀成长方形 优素面放在1%处 另一面折过来把边缘捏紧实 擀成一个长方形 然后再左右对折 再次擀成长方形 以上的做法就是开酥 再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家人们手机如果还有电 可不可以点个小爱心支持一下呢 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我这里分成了9个面剂 准备一个小碗放入3勺白糖 1勺面粉适量黑芝麻 搅拌均匀调成糖馅 将面剂擀成中间厚边晕薄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把糖馅包起来 收口一定要念言试 擀成一个如石饼厚度的小盐饼 电饼称提前加热 烙糖酥饼一定要多放一点油 盖上盖子全程中火烙饼 烙着两面金黄酥脆 这个糖酥饼就制作完成啦 酥饼你就和我这样做 比外费卖的都要好吃 喜欢的家人点两下屏幕 收藏试做吧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